嗨 大家好 我是中古車事業群 體驗汽車的小邱 我們今天又要來顧一台 2014年出廠的Artist 博明神車 這台車子是一手車 都沒有撞過 全車原版件 也沒有事故 也沒有泡水 這台車子它要賣的原因是因為 它換了一台Volvo新的休旅車 這台車的公里數呢 跑得有點多 等一下就來揭曉一下 這台車子 我們最後的收購價格是多少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引擎室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Toyota車子呢 它就是開不太壞 它的公里數即便已經跑了這麼多 您仔細去看 我們外邊有洗 但是你看裡面很髒 我們裡面都沒有洗 你看Parking的墊片 完全沒有漏油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車主有顧車 第二是因為Toyota車子本身就沒什麼毛病 而且它的品質也非常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內裝坑配備 你看一下 這台車子 剛才我前面有強調說 這台車子公里數跑得很多 那你看一下 它的椅子這邊 使用痕跡其實沒有很明顯 所以其實這台車子的 它的狀況真的非常不錯 包含這邊也是 就是每天會用到的地方 其實都不會太糟糕 還有我們的方向盤 不會跟新車差太多 它是第二個等級的 新車68萬9 最低階的是64萬9 最低階的差別在有鑰匙啟動 連恆溫都沒有 那我們這台車子是第二階的 就是它有鑰匙 又有恆溫 差太沒iKey iKey就是在高一階 Safety Plus 那這台呢 它是有原廠的車美式 有導航有藍牙 這算是金裝版 所以你說空壘速跑得很多 所以是多多 你進來看啊 哇 真的很多欸 這台車子呢 Artist 很多人都會疑問說 它的車子狀況真的是不錯 而且也沒什麼毛病 也很省油 又省睡晶 那它的後行李箱的置物空間 到底夠不夠寬敞夠大呢 來我個人來實驗一下 你跟我來 我是沒有很高啦 165公分 這樣子的話 可以在裡面睡覺 就代表這個空間 應該是蠻大的的吧 所以Artist 它為什麼會這麼熱銷 第一 就是因為省油省睡 第二 後行李箱置物空間大 後座 也非常的寬敞 有看到嗎 前面的空間 一百七十公分 座以下的位置 你看 還隔了那麼多 Artist 它其實就是 外型 做得也很流線 也很年輕 然後其實大家都很能接受 它的外型跟車況 只有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板筋比較薄 如果跟進口車比起來的話 就會算是安全性 比較沒有那麼足夠 人家講的 有錢好沒錢 但是如果在市區代步的話 上下班接種小孩 其實這種車真的是 Artist 就是 在中國車界來講 算是非常熱銷的一台車 真的就沒什麼毛病 也開不太壞 就算壞了 零件取得又容易 維修又便宜 保養又很容易 這台車子呢 我們今天 重點是要讓你知道 它到底有多保值 先讓你知道一下 2014年 8年車 新車才 68萬9 它目前公里數跑了18萬 等於是 一年大概跑2萬多公里 這台車子現在估價 還可以估多少錢呢 我們公布的答案是 在車子我對客人 收購的價格是 28萬 我對客人收購 28萬的價格 前提是 一手車 公里數保證 跑18萬多公里 全車原板件 沒有事故 沒有泡水 車子完全回來 都不用整理 因為沒有任何刮傷 所以我對客人收購的價格是 28萬 那您看喔 它已經是 8年的車子 然後跑了18萬多公里 更新車價落差才40萬 你看 保不保保值呢 整理完 回來只要洗車大美容 然後再加上我們拍片的費用 跟人事管銷 還有銀索稅 這台車子我們回來 最後的開價會是 36萬8 我們影片今天就先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